我觉得他们俩的矛盾就在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对他的回应都是对他的不公平 你们不是真正的一个 你来我往互相给对方付出的 这么一种恋爱模式 所以你说的他种种的错 在我看来我是不认同 因为有他的错也有你的错 所以真是如果你能领会到 他对你的那颗真心的话 你并且你做出了相适应的回报 那其实我想他那点小怨气 都会止于前面的那些 你们浓浓的爱意 如果爱的话 付出吧 你呢 既然付出了就别要回报 好吗 那因为都是你愿意的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谢谢